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常有同学说 无量寿经说了 念一句阿弥陀佛就能灭多少多少罪 是吧 但是咱们念了半天念不了罪 还受苦 这个里边讲基础在这儿 你没有达到善的这个基础 没有达到说 不容豪风不善煎杂 你就不清净 不清净的人 你想念阿弥陀佛 一下子灭那么多罪 你就说不到 没这个效果 原因就是这样 所以说 大家念了半天佛 修了很多法 念了很多咒 念完了以后就没变化 没效果 这个里边讲清楚 不容豪风不善煎杂 你没达到这一条 其他的东西 学了半天 效果不明显 同样 善法不普遍 你的身心 家庭事业等等 你就不圆满 不圆满 你就痛苦 人中就会受痛苦 同样 你修行 成就很难 为什么 就没善法 善法就是追根本 这个结合我讲了 基于此法 以为根本 这是追根本 没有这个东西 你修一切 而去 没有 此法 即是实战业道